什么是XCBIT10合同 之前丁燕宇航和渡边熊泰也签过这类合同 合同单满60天 最高拿到5万美金薪水 据NBA记者CMC报道 曾翻博和步行者签下一份XCBIT10合同 不少球迷朋友为曾翻博感到高兴的同时 也表示了自己的疑惑 究竟什么是XCBIT10合同呢 XCBIT10合同是NBA这几年新设立的制度 并不是时间短合同 两者有着本质区别 时间短合同是在常规赛中 球队因为大面积伤病人手不足时 签下的为期10天的短合同 有着严格的时间和薪水规定 而XCBIT10合同则是在常规赛前 球队和球员签订了一个条款 严格意义上还不是合同 薪资不计入球队工资帽 用发展联盟的球队才能签下 并且一只球队最多不能用超过6名XCBIT10球员 而如果这位球员能够在发展联盟待过60天 则XCBIT10将转为双向合同 球员会获得最高5万美金的薪水 将进入球队工资帽 此前订阅宇航和渡边熊泰就能签下这份合同 而后者重复转为双向合同 并一步步在联盟站门脚跟 因此目前赞翻博最立场的情况是 就是在XCBIT10合同期间 打出让步行者满意的表现 随后转为双向合同留在球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